主持人 主持人 除了很愛小朋友之外 妳現在還有在上班 對 我在教小朋友 妳是幼教老師 對 我在教親子律動跟寶寶手語 親子律動 親子律動就是音樂律動 大概0到5歲的孩子 跟著爸爸媽媽一起進教室 然後就是做一些音樂的啟蒙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大家比較少聽到的 叫做寶寶手語 寶寶手語是什麼意思啊 寶寶手語就是 在孩子還不會說話之前 或者是才剛開始學說話 說得不清楚之前 我們可以讓寶寶 就是藉由手語來告訴我們 他想要什麼 對 他可以清楚的表達他的需求 然後比較不會說 小朋友從小到大就是習慣哭鬧 其實寶寶手語其實就有點像是 我們小時候會教孩子說拜拜 拜拜這個手勢其實很簡單 為什麼小朋友都會做 就是因為我們在自然而然的 去教他做這樣的動作 拜拜 所以他很清楚 他很清楚當媽媽要離開家的時候 他會比這樣子 表示他很知道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其實就是一種寶寶手語 所以生活上的各種大小事 其實孩子都是可以透過寶寶手語 來跟你溝通的 是喔 還不會講話 不會講話 他可以用手語 轉台轉台 我要看卡通轉台 當然 我們不會去教孩子說轉台 因為我們不希望他看電視 但是我們會教孩子他生活上的需求 糖果糖果 不這樣教的話 或許他可能可以啦 但我是沒有教這一下 我教孩子 像我家的小朋友五個月 他就會告訴我他要喝奶奶 嗯 奶奶怎麼比 奶奶的手勢就是 用手像是握住奶瓶一樣 然後捏一捏說奶奶 奶奶 然後孩子的那個手指發展 因為每個孩子不太一樣 所以比較小時候 像我家的小孩五個月的時候 他要喝奶奶他就是這樣子 可是很明顯喔 就是他就會這樣子 然後他就按哀叫嘛 然後過去 然後就會看他手指這樣子 一把奶奶給他他就OK 真的喔 很明顯 就是我覺得有一個好處就是 當你看到小孩給你這樣的手勢的時候 你就可以回應他就說 你要喝奶奶對不對 好那媽媽去泡奶奶 你轉身離開他也不太會哭鬧 還會想說什麼 還有還要 還要是很多小朋友就是尤其是 媽媽應該非常有感覺就是 小朋友的年紀比較小的時候 什麼東西都還要 就是還要你抱啊 還要吃 奶奶那還要是什麼 就是用手指頭 然後在手心上搓一搓說還要 這個複雜的 這個小朋友可以比得到嗎 小朋友超愛比的 可是他們的方式 有時候可能是這樣子 有時候搓在自己身上 搓在你身上都有可能 因為他們會依他們所能做到的 或者是他們觀察到的去做 可他們感受到這樣的動作 奶奶還要 還要 奶奶還 我在外面有時候跟老公說 也是可以啦 情趣也是不錯啦 你為什麼教老公比啊 比給老公看啊 比給老公看 不要這樣子 但其實也是一個情趣也不錯 我們現場有一些新手媽媽 好猥褻 滿可愛的啊 對啦還要啊 小朋友很愛比耶 就是很聰明耶 我家的小孩因為很愛很愛吃 常常就拿什麼東西過來就跟你比這樣子 還要還要 還要還要 所以奶奶還要 他們還會比什麼 例如說吃東西 吃東西就是拿食物 然後放在嘴巴點一點 點一點吃吃 他可能不見得要奶奶 可能要一些其他 他要吃東西 對 其他不一樣的 對 其實小朋友就是我們常常遇到 有時候小孩哭 然後他們想說泡奶奶給他 欸他還不要耶 因為他現在就是想吃 然後這時候奶奶 就浪費了 所以我們就教他說吃吃 就是很可愛 然後而且每個小朋友比的時候 那個手勢都有點不一樣 然後就覺得很可愛 我覺得其實最 妳幼教會不會整班 三十個每個人跟妳比不一樣 寶寶所語比較是 大部分就是我 通常都是對著我的媽媽 或是我的家人 因為我需要妳的幫助 所以我會對著妳比 或者是我想跟妳說話 我會對著妳比 所以通常是對自己親近的人 我覺得好處就是妳比較不會看到 常常媽媽跟小孩就是媽媽哭 然後小孩也哭 然後妳講 妳到底要什麼 妳到底為什麼不理我 常常會有這樣的狀況 但是透過寶寶手語 就比較可以是 我知道妳要什麼 我就回應妳什麼 然後就比較不會哭 譬如我們家 我們來練習一下 奶奶給她看奶瓶 奶奶就是她早上如果她肚子餓 她肚子現在很餓嘛 我們知道她要喝奶奶 妳就拿著奶瓶 然後對著她說妳要喝奶奶嗎 妳要喝奶奶嗎 就給她了 這樣比 對 這樣比 就比給她看 她看到妳就給她了 就結束了 不用因為她餓的時候 她一定要比出來才給她 不用不用 妳就給她 其實就是 就像我們跟孩子說妳說掰掰 然後她死不比 我們就不給妳回家 不會這樣啊 我們通常就離開了 所以妳就簡單的這樣教她 所以她可能一次兩次 兩次然後她就說為什麼 我們為什麼每次喝奶奶前都要這樣 我現在想喝奶奶 趕快趕快 喔 奶奶奶奶奶就出來了 就出來了 很簡單 就很生活 然後不是像教學一樣 其實沒有那麼刻意 但是 真的在學習的時候 大人跟小孩其實都會滿開心 然後親子互動也會變好 很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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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